作曲 李宗盛 3.2的夏侍翹 夏侍翹不太同人心 站在家里有钱 性格很转 看不清楚 所以没什么朋友 大概是她的工作病吧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 知道这个秘密之后 不准告诉任何人 什么秘密 开始夏威侨的人 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找到一张 他亲笔写的字条 这种没头没有的东西 又不能证明什么 那也要等我们找到真相 之后才知道 我有个计划 你干嘛拿我东西啊 你干嘛拿我东西啊 快快快快 你干嘛 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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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跟别人说那天你看到的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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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你这件事情 再频繁不过的 都做了什么 发生了一个秘密 他有一个共犯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逆光飞翔的导演张荣吉 本周推出《校园悬疑》 作共犯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导演 来到现场 我们分享 导演你好 欢迎来到《异想世界》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对《逆光飞翔》不陌生 他是取材自真人真事 一个视障鋼琴师黄玉祥的励志故事 那共犯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作品 是一个校园悬疑推理新作 那导演为什么会想要拍一个这么不一样风格的作品 这个故事性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拍完《逆光飞翔》之后 就一直在思考下一部应该是什么 那我觉得同样都是以青少年为题材 那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当初电影公司拿剧本给我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晚就啪啪啪的拼命在看完 马上看完 对 因为它中间有很多推理悬疑的那个过程 会让你好奇角色的下一部 故事的下一部往哪边走 然后你同样都看到那种角色具有那种很孤独的那一面 那同样到最后寻求希望可以寻求不同温暖的位界 那我觉得就是在一样以青少年为题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底下 它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那我觉得《共犯》它是一个在台湾电影 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类型 阿基导演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共犯》的电影本事 《共犯》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三个高中男生 在上学的途中遇到一个女高中生的死亡案件 对 那这三个高中男生彼此个性迥异互不相识 那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开始有所连结 甚至对这个女生产生好奇 然后展开调查 那也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的单纯 那于是想要为她做一场复仇的行动 对 可是在复仇之后 就是有一些事件发生 然后你会看到这三个原本友好的高中男生 跟彼此的情谊开始崩解 对 那这是一个关于有疑的一个故事 那她同样的也在探讨所谓孤独的心灵 渴求不同的一些温暖的慰藉 《共犯》里面其实也有用到异乡人 就是卡谬的异乡人的这个异象嘛 就是一个孤独的一个想象 所以导演觉得高中高中生的生态 是真的有这么孤独吗 没有那么孤独 其实我觉得国中高中就是这个求学阶段 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寻找自我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常常在这阶段里头 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对 所以其实常常在这阶段的过程中 也许只有你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也许只有你自己懂 没有人了解你 没有人了解你 对 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常常会有一种不被理解的那个状态 对 所以这个故事 你主要是想要呈现这样子的心情呢 对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 他主要的还是在讲关于 关于友谊 关于亲情 就是我刚提到就是 当这些寂寞的角色 同样都在寻求一种温暖的慰藉 希望得到朋友的认同 认同感 对 得到家人的支持 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对 那在彼此不同需要的状态下 然后他们遇到这样子 所以共犯 其实这个剧本本身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所以导演觉得就是这次的剧本改编 是你第一次的尝试吗 对 确实是 就是共犯 我当初拿到他已经是一个电影剧本 是 可是他其实最初是一个小说的原型 是 嗯 它是一个很有想象画面的一个文字剧本 对 所以你就会很期待把它画成是一个影像的作品 嗯 把它视觉化这样 把视觉化 变成一部电影 是 所以导演觉得改编别人的作品 你觉得这次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这个小说跟电影的 嗯 电影的剧本的创作者都是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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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组人 乌努努 夏佩尔 对 这两个作者他们不管从小说到电影剧本 他们都是一起参与 共同创作的 对 所以其实 嗯 我只是让原本的故事在 希望再多加一些温度 嗯 然后再让它更贴近一些 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行为方式 嗯 对 那另外的是 让共犯这个定义再扩大 嗯 共犯表面上而言 像是三个高中男生集体做坏事 嗯 可是如果探究到问题的根源 如果这个问题的发生 是因为旁人的漠视不关心所造成的 嗯 那也许周遭的那群人才是最大的共犯 嗯 对 就是把一些 嗯 自己看完剧本 消化后的一些概念 嗯 再彼此做讨论 让它有一些延伸更多发展的想象空间 嗯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共犯的 人人都可以是共犯的 我也是共犯 所以你把它拍成了你也是共犯的 对对对 嗯 嗯 新人演出 嗯 新人演出 他们需要一个 嗯 实地场景的感受 所以不管是水底摄影 或者是 我们也在那个湖水面上架了一艘小船 小船 方便摄影机的拍摄 是 那湖水的温度蛮低的 嗯 对 对 然后每天都看它 他们发抖 虽然不忍心 可是还是得继续拍摄下去 好 谢谢